我有一些想法 是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 你现在是180度大转变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特 他是莫斯科 你是因为内向的人吗 如果你是的话 你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对我们平时聊的东西都是比较功能性的 比如精算师行为里面有什么资料啊 或者是Excel或者R怎么用 可是这个是今年的最后一个影片 所以我想要做一点比较温馨一点点的影片 我们今天会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讨论人 是不是很哲学 这个主题的灵感 是我在看其中一集TED TALK的时候得到的 他们是在讨论内向的人的力量 之前有小伙伴留言说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 适不适合当精算师呢 所以想趁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 你们看完视频有什么感想 也可以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 首先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内向的人 根据那个演讲者说的 这个其实是根据你对外界的刺激如何反应来归类的 比如说一个外向的人 他们喜欢社会给他们很多的刺激 这个包括社交啊 交流上的刺激 相反的一个内向的人 他们就喜欢待在一个安静 没有很多刺激的环境 然后这位演讲者连接到他的主题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社会 其实对内向的人是相对没有那么友好的 我们的社会风气好像就是一直在鼓励大家要活泼 要外向 比如从幼稚园阶段开始 老师就会鼓励你和其他同学一起玩 一直一直一直和其他同学交流 这个不是说做一个外向的人不好 或者这种加强小朋友社交能力的做法不对 这些都很对 只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比较旺了 让大家激起内向的好处 或者内向的人也是很有力量的 比如有研究显示内向的人 他们的成绩通常都比较好 对咯 以前在学习比较不好的班里 那些同学都比较活泼 比较前面的班通常是比较安静 然后经常会被笑是书呆子 而且越安静的学生 好像越有被边缘化的那种趋势 是不是吗 是搞自闭啊 对对对 通常会被讲搞自闭 可是其实内向的人 在创意和效率方面是更优秀的 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 在鼓励大家表现自我 成为一个外向的人的同时 几乎没有在和大家说 内向其实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你可能不知道 你现在是180度大转变 我安静 就是幼稚园和小学的时候 和其他同学交流 我真的是超级痛苦 而且我会觉得很没有自信 这点我的小学同学可以帮我做真的 哪一位 不好吧 直接点名 尤其是社团和生活营 我真的是超讨厌去 我也不喜欢 尤其是有些管理着很烂的社团 又很外向 要表达自己的想法 想法又这么烂 很常出现没有效率的情况 本来参加生活营和社团这些事情 你不想去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可是在别人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 孤僻的人 不合群 或者你会感觉到内疚觉得你没有去 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为什么 不想去就不要去啊 年纪小小就要应酬 然后还有很多机会 所以在这次的视频里面 我只是想和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你完全不需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你超棒 你要知道这一点 你才会变得有自信 比如莫斯科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内向的人 他还很闷骚 可是他完全不在乎 所以上次那位问我们内向的人 适不适合当精算师的小伙伴 不用担心 这边就一个非常内向的精算师 可是内向也不是说 不管其他人 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你还是要跟人家打交道的 只是不是属于那种热情分放性的 该有的社交还是要有 对 其实那位演讲者只是在强调 虽然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很重要 可是我们也应该重视 让一个人安静下来的重要性 因为只有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认真深入的思考 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也不代表你不能得到一个很高的成就 比如说爱因斯坦 比尔盖茨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 可是当然 像刚才讲的 如果你是一个很内向很内向很内向 内向到连话都不愿意讲的人 那就不行 比如说你还是需要开会的吧 你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还是需要讲出来的吧 虽然这种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公开演讲 对内向的人来说很可怕 可是是可以练习的 比如说我刚才不是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吗 哼 我是到了中学才变得比较外向的 最主要的关键是你身边的朋友 比如我中学的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外向的人 超级 对很多 让你的朋友带领你的话 你不知不觉也会变得没有那么内向 你也会发现变外向一点点 其实没有到那么难 现在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很矛盾 刚才还讲内向很好 现在为什么又叫他们变成外向的人 我的意思是 内向的小伙伴们 你们要知道你们本人就很棒 完全不需要因为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 变得没有自信 内向这个性格的本质和外向是一模一样 没有优劣之分的 只是你在这个社会上还是要知道如何和别人交流 和怎么表达你自己的意见的 而且如果你了解一个鼓励外向性格的社会是怎么运作的话 那你的生活也会好过很多 比如说我的中学真的是比我的小学好过蛮多的 而且现在你们应该也可以发现在更多情况下 没有人是绝对内向或者绝对外向的 大多数都是在其中游走 比如说我现在好像又回到那个比较内向的国 没有吧 有哦 封城你还外向的屁啊 好如果你还不太了解自己的性格是偏内向或者偏外向的话 可以看回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人格测试的影片 试试看那个我们觉得很准确又很全面的心理测验 做完过后也欢迎你再留言区分享你的结果或者你的想法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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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